定期檢查牙齒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 很多人都認為 等到牙痛才需要看牙醫 其實這個是非常錯誤的觀念 如果等到牙痛才去看牙醫 有可能牙齦已經惡化 牙齦帶來牙齒組織的破壞 也可能會大了 治療費用可能會變得比較昂貴 治療效果也可能會比較差 定期檢查牙齒 可以及早醫好你未知道的牙齦 例如株牙、牙周病等等 做到早發現、早治療 更重要的是定期見牙醫 牙醫可以幫你預防鑄牙和牙周病 亦都給你合適的預防牙齦建議 每天好好護理你的牙齒 減低牙齦風險 真正做到預防為重 為自己的口腔健康負責 定期檢查的過程非常簡單 而且一點都不麻煩 整個過程一會兒就完成了 但是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錢 不用怕 去檢查口腔之前 我們可以先向診所查詢檢查和治療費用 包括治療項目、支付方式等等 有部份的牙科診所 還會接受長者醫療圈 如果您不知道該去哪裏看牙 您可以問問親友 看看他們有沒有推薦的牙醫 最重要的是注冊的牙醫 香港注冊牙醫名單 可以在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的網頁 dchk.org.hk 裡面找到 他這麼小 那些乳齒 遲早都甩 應該不用定期看牙吧 當然需要 乳齒注冊 一樣會引致嚴重牙痛 牙齒感染 還有可能會影響恒子發育 沒錯 只要小朋友出了第一隻牙 或是一歲之後 就可以開始定期看牙了 牙齒要 早發現 早治療 預防牙齒 人人都應該每年去看牙